字幕by索兰威 字幕内音乐 字幕by索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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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有兰威 字幕by索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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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 通屋红威 你去找什么呀 对呀 你看到这里很重要的东西 你整间屋都找完了 有就有 就没有 就没有 到底你的什么呢 对呀 真的看不到就走的话 我用这些东西 拜神的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見了一隻雞 就是了 那就宅忌了 拜神不見雞 看法在日常 當大家碰到一些不太意頭的東西 一定會衝口而出地說一句 宅忌 大家又知不知道 這個宅忌的宅字是用哪個宅 要識寫這個宅忌 就要先了解這個說法 其實是壇家人特有的用語 只不過是經過長年累月的生活交流 案上的人也用慣了 就不知道他的來源在哪裡 既然宅忌是壇家人的忌 那宅忌當然跟大家人的生活方式有關 大家人的生活就離不開一隻艇 他們爬艇就叫做什麼 叫做宅艇 當年的碼頭附近 人時時都會聽到這樣的叫聲 喂!快點!找一隻艇鑽過來吧! 那邊就喊了 是呀!蝦仔正在鑽的艇過來的啦! 那看起來那個趙字就應該寫成木字邊的這個趙 趙的本意是指一種爬船的工具 形狀跟一張掌差不多 有時也是作為動詞來用的 比如說趙艇就是用作動詞 但是從古以來的趙字還可以當作船來解釋 所以廣府人說的趙技 其實就相當於船家的技衛的意思 那大家人其實是有很多技衛的 因為行船在江海之上 如果碰到一些惡劣天氣 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 在人力還很難抗爭天災的時候 人就會很無奈地去拜神拜佛求保佑 他們在江海上面謀生 所求的神當然是跟陸地上不同 江海一向都說是龍的鬥偶 古代大家所相信的神當然就是龍神 他們要祭祀龍宮 並且自稱為龍種 《屈大軍》那本《廣東新語》說到 但家人稱為龍戶 入水就瘦棉紋身 即是說將臉和身體都畫化了 用這樣的辦法將自己扮成蛟龍之子 但家人記毀的事究竟有哪些呢 那就多了 只能找一些突出的出來說說 譬如 但家人就怕水鬼找替身 他看到浸了水的人在喊救命 他們都不太敢去救 他們又認為如果女人拿過船頭 就會很不吉利 還有 但家人最怕那艘船反轉 所以食魚是不准將魚身反轉 匙羹也不准扑轉地放在桌子上 誰如果將那個匙羹拿來拖泥而拖去的話 他們又不喜歡 因為他怕你這樣拖過之後 船底就會學你那個樣子 在河底拖沙 這就麻煩了 這些那麼多的故技的東西 全都稱得上是驟技 驟技這個詞我們現在還用 不過已經沒有那麼多迷信的內容 而且就譚家人那邊說 生活改變了之後 他們也不會跟以前那麼迷信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期我們說說大蛇阿士 記住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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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